Hello 大家好 入到每日司機金直播的時間 我是浩德 昨天晚上 不是 星期五 上個星期五 美股說真的 誰都升到你都不相信 最主要原因是 就業數據令大家很有驚喜 不過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其實當中都有一些搞笑事 就是說 原來最新公佈上個月的失業率 是13.5% 不過是統計部門 跟著都出來說 其實這個失業率 其實是被低估了 應該至少加回3% 那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說 在做他們的統計調查 每一段時間都會訪問 可能接近6萬人 去做這個失業調查的時間 他們選擇停生留職 當然就算入了一些所謂失業率 但原來有一部分的人 去停生留職的時間 他填的問卷 就出現了一些偏差 填了一些其他原因 這個選項底下 通常就是那些人放假去旅行 或者要請假去做陪審員 才會計算到這個欄 但是在這個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叫做停生留職 但是在這個問卷調查當中 就有一個技術原因 他們是錯了的 所以整體來說 現在最新的美國失業率 應該正確解讀就是16.7% 就不是出來的13% 所以大家平時看這些統計數字 都要留意一下 不過整體來說 其實那個製業市場的情況 都是比市場之前預計 或一大部分經濟分析師預計好的 所以你看到那一下彈得很厲害 所以今天港股 最初期都叫做跟得到 不過下午 近中午的時間 都叫做 就是回到一點點 不過始終 過去上個星期 都叫做升得很急 我實在說 你升得很急 都要時間調整一下 因為其實上個星期 都接近彈了1800點 港股 第二樣 就要解答一下 其中一個朋友的問題 他的名字應該叫巴巴巴拿拿 他就說 看到我們私基金有買安達 就問一下 他另外一隻股票 他想問一下就是李寧 我想說 其實李寧 第一 我現在就沒有拿著股票的 不過我想說 其實他也是一隻 都挺值得留意的 原因就是 因為當然他是 國內做運動牌子的一哥 當年 但是之後 其實沉寂了一段時間 近年也有些內部的改變 令到其實整個牌子 都叫做做好多 即是好很多的了 譬如你看回去年第四季的數字 能夠Same Store 售貨員 和店增長追得到安達 其實都是得李寧的 尤其是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他除了本身李寧這個牌子之外 他最近一年多 其實嘗試做一件事 就是高端化 就是做了一個叫中國李寧 這個高端的牌子 你看到他都做得挺成功 甚至乎在國內 有一種說法 叫做一個國潮 即是國內的潮流品牌 其實是追上 甚至乎受追捧的程度 是比國外牌子更加高 不過我自己的投資偏好 都喜歡買一些 我看過的行業 裡面的龍頭和經濟力比較高的 我都覺得其實安達 暫時給他來說 都算是優勝一下 不過如果大家看看 可能李寧的爆炸力 相對來說 有機會會高些 即是他依靠牌子的影響力越來越高 但當然那個難度 也都是不容易的 大家要觀察一下 正如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過 一個外國的牌子 Under Armour 他們都曾經因為 因為品牌的競爭力提升 或者市場的追捧 受歡迎程度增加 股價都升得很急 但是如果熱潮不能夠維持 或者轉化 其實股價又很容易上下來 最後就要講一下 今天的操作 今天反而我沒有主力講股 反而是A股的操作比較多 不如跟大家玩個小遊戲 我今天買了兩隻股票 我先買個關子 給大家一些提示 第一隻是挺有趣的 他已經是過千億的A股企業 但他的始創人其實是一個香港人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如果猜到可以在帖子留言 如果第一個答對的話 我會送出一份獎品給他 一份私基金的小小的禮物 但這間公司也很有趣 尺寸的市值比剛才說的 一間更大 他的老闆是一個女人 而他跟雷君有很多話說 好朋友 最近做直播也很紅 不知道大家會否猜到 這兩間A股是什麼公司 如果想得到的話 記得在一個post留言 如果有人答得對 我明天就開股 也講一下為什麼 我現在買這兩間A股公司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明天再見 拜拜